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熔蝶虽然很野蛮 很粗野 有时候经常捣乱 但是政治上野性不大 他们就抢点东西 占点地盘 甚至地盘都不要的 东西抢了就走了 真正的威胁是什么地方 世界南方 楚国 楚国才是最大的挑战 所以他等到这些事情都做完以后 要解决最后的主要矛盾 就是要跟楚国摊牌 先打蔡国 为什么先打蔡国 蔡国是楚国的同盟者 蔡国当然经不住齐国和他的联军的打击 一下子就崩溃了 西环公这一次 那真是当了霸主的身份出场的 他组成的是什么 八国联军的 哪个八国家 宋国 辱国 成国 卫国 朝国 许国 加上齐国 八国联军 两千多年前的八国联军 一打就把蔡国打下来了 没有停顿 西环公和管仲带着军队继续前进 到了什么地方 到了昭陵这个地方 到了楚国边境了 楚国听说七国大军 多国联军 八国联军 进犯的话 当时的准备是这样的 不是说打就打的 先要外交涡旋 先要外交斗争 楚国就派出了一个大臣叫赵婉的 跑到昭陵去了 跟集合跟他们去谈判了 他就转告了楚国国军的态度 他说你呀 在北方 我那在南方 中间跟着这么多路 叫做风马牛不相及呀 你今天怎么大老远跑到我这里来 这时候管仲就说了 他说我们这么来是有理由的 因为我们的江泰公从立国开始 周天子就给他个权利 北七什么地方 南道什么地方 东道什么地方 西道什么地方 这么大的范围里面 你做主 谁不听话 你可以对表天子去讨伐他们 现在我们来兴师问罪了 第一个 你们出过好长时间 没有向周天子进贡了一种茅草 叫包茅 这个东西啊 没太大的用处 但是有一个用处 就是做酒的时候 它起个发酵或者顾虑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问了 我们的周朝的时候 有一个天子叫周昭王 南巡到了你们楚国 后来没有回去 舍中了 人间蒸发了 我们要问一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楚国的大使臣当然明白了 第一个事情 好承认 你认个错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一谋无论 把这个事情忘了 包茅不公 这是我们不对 我们马上恢复 重新进贡 这个 认了个错 第二个 不能承认 因为当时昭王过汉水的时候 人家 楚国人提供的船呢 不是钉字钉起来的 而是糯米饭 黏起来的 一碰到水啊 就化了 淹死了 这是谋杀天子的罪名啊 那个是大罪 那不能承 他说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你到汉水边上去问吧 实际上 齐桓公 他也是杂唬一下 知道是搞不定的 但是呢 我现在占了优势 你楚国至少还是认错了嘛 包茅不公 你要恢复了嘛 建好就收吧 就停下来了 这就是中最大的政治智慧 善于妥协 当然齐桓公还想做下最后的努力啊 他把军队摆出来了 摆得好正式 他带着那个齐桓 就是楚国的使臣啊 简约军队 想威慑威慑他 就像我们现在外国元首来访问的时候 简约三军以藏的一个道理 简约的时候 齐桓公就邓一洋洋说了 七国的八国联军 还是很威风的 他说一次来打的话 哪一家能够抵挡啊 一次共存 我这种强大军队来共大城市的话 合成不可 这个缺乏确实是了不起的 现在应该到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说 守护你齐桓公啊 你用道德来感化大家 大家都愿意拜你做霸主 都认同你这个领袖地位 守护你要靠武力来强迫我们 那对不起了 我们汉水以为池 方程以为强 你军队水中无所用之 给他碰个钉子 把他顶回去了 齐桓公也没招 但是这齐桓公可以宣传了 楚国被我押服了 他们认错了 他们要恢复像周天子的进攻了 他反正在宣传上可以用 这就是齐桓公霸业最辉煌的时候 就是把楚国搞定了 最后我们下一集要说一下 齐桓公它霸业有几个特点 以及齐桓公霸业对后世的影响 在宣传上